你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要告诉你2022年4月上升水平座的预测 这是行星在过境中运行的图表,显示了当前行星的位置 木星和金星座在第一宫 木星将在4月13日和金星在4月27日移动到你的第二宫 太阳和水星座在第二宫 太阳将在4月14日移至你的第三宫 水星将在4月8日移至你的第三宫 铜月水星将在4月24日移至你的第四宫 第三宫没有行星 拉狐坐在第四宫 拉狐将于4月12日搬进你的第三宫 第五宫、第六宫、第七宫、第八宫和第九宫没有行星 刻图坐在第十宫 4月12日,Kitu将进入你的第九宫 土星和火星位于第十二宫 火星将在4月7日移动到你的上升点 土星将在4月29日移动到你的上升点 土星是你的上升宫和第十二宫的主宰 土星在你的第十二宫待了两年半 在此期间,您的开支可能会增加 您可能需要支付住院费用 您可能不得不远离你的家 在此期间,您也可以在国外定居 您的健康状况可能会恶化 照顾好你的食物和饮料 4月29日,土星将改变它的星座 并移置你的上升点 坐在上升点的土星会耽误你所有的工作 您必须完成土星的Sheddy Satie的第一阶段 现在第二阶段将开始 你的威力会增加 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赚钱 短途旅行会增加 与弟弟妹妹的关系可能会恶化 夫妻之间可能存在分歧 你应该在这段时间背诵哈姆曼查丽萨 沐星是你第十宫和第十一宫的主宰 沐星位于你的上升点 沐星在上升时给出了很好的结果 沐星会消除夫妻之间的分歧 没有结婚的人可以结婚 4月13日,沐星将移置你的第二宫 沐星将在他自己的星座中出现在这里 沐星将通过坐在第二宫获得金钱 你的敌人会消失 债务将结束 家庭分歧将得到解决 在此期间您将能够享受食物和饮料 你的演讲会很好 你可以从你的演讲中赚钱 疾病和病痛会消失 您可以在竞争考试中取得成功 你的事业会很强大 你可以在工作中得到晋升 沐星是你的第三宫和第十宫的主宰 沐星在你的第十二宫 火星在摩羯座变得崇高 火星将在4月7日进入你的上升点 你必须控制你的愤怒 任何工作都不要草率 金星是你的第四宫和第九宫的主宰 金星在你的上升点 金星座在上升点会让你变得浪漫 您将享受奢华的生活 4月27日,金星将进入你的第二宫 在这里,金星也会给你很好的结果,增加你的运气 太阳是你第七宫的主宰 太阳坐在你的第二宫 在这个时候,你的收入会更少,支出会更多 4月14日,太阳将进入你的第三宫 太阳将在白羊坐升起 但在4月12日,拉乎与太阳一起出现 然后太阳将黯然失色 太阳将无法发挥全部作用 水星是你的第五宫和第八宫的主宰 水星在你的第二宫 水星处于虚弱的星座 水星会从第七宫看你的第八宫 并且会破坏与英卿的关系 4月8日,水星将进入你的第三宫 在这段时间里,你不会得到运气的支持 4月24日,水星将进入你的第四宫 拉乎坐在你的第四宫 一年半后,罗侯将改变黄道带 并移动到你的第三宫 4月12日之后,拉乎将在你的第三宫 太阳,罗湖和水星将在第三宫和乡 因此,您将不得不不必要地运行 与弟弟妹妹的关系会恶化 与邻居会有分歧 为了减少罗呼的不良影响,你应该背诵皮尸鲁顶轮 这段时间你会远离宗教工作 但你将不得不做越来越多的宗教工作 所以这个2022年4月上升水平坐的预测 有关更多此类信息,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